待會我們想要點綴 可是要花這個做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要來去網路上找一些圖片 所以待會打開你的瀏覽器 再利用這個加號的分頁 預設這個是Google可以搜尋所有相關東西 可是我要的是搜尋圖片 如果你可以看到右邊有圖片可以先點 如果忘記先點 待會進來裡面有一層你可以再選 我現在看到了我就先點 如果沒點這一顆 來我們看一下 待會我要的是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公公好了 好這個 聖誕老公公 這個 好 當我聖誕老公 沒關係 這邊有沒有一排 原本是全部 這邊有沒有一個圖片 點進來 好 那待會你是因為我們比較屬於卡通的 所以如果你認知道卡通的概念 像這個就是或是什麼的 不要選這個真的人的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符合 比較是屬於自己畫的 如果你想要再確保一點 我會建議你先幫我認識 下次我再補充 空白鍵給他之後 幫我來到一個 為什麼他不能按空白鍵 我要PNG PNG 這個叫去背檔 去背檔 PNG 可以嗎 可以去背的檔案 OK 好 那待會找到你想要的 可是有的是要版權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版權問題的就是可申請授權 這個就盡量先不要選 好不好 好 那假設我先選這個可以的 PNG的 點進來 找到圖 其實剛才小圖就可以了 因為你待會沒有放很大 不過如果已經點到了 按右鍵幫我 如果你這個檔要存檔就定存 OK嗎 存 定存 我們就存在桌面 或者是這次我們練習存在這個圖片 圖片 你在家裡就可以專門放一個圖片區 來放圖片 那這邊 名字很長 你隨便用這個編號給他 用日期來壓好了 1212-1 1212-1 今天這個是一個檔 OK嗎 好 如果你待會聖誕堂公公 想要多幾個你就去找 好 來按右鍵 另存 好 那原本檔名如果比較短 你也可以用他 如果你想要用剛才這個 我先教技巧 如果你想要知二 可是不要重打的人 點到他 不可以按存檔 要再點一下 再一下 三掉一改二 這樣就可以少打字了 理解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不用就自己 再打檔 1212-2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順手 待會我們要來做那個聖誕迷路 迷路 或是那個鈴鐺 聖誕素材好了 素材我不知道有沒有 素材 素材 好 可是這個都整體的 好 假設好了 看一下 有沒有適合的 因為他這是整體的 好 我選這個 好 聖誕迷路 可以 你可以 如果你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就打那個名字 多一個png 好 按右鍵 另存圖片 幫我存在我們的圖片區 好 然後這個檔名你可以自己編號 1212-3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他的副檔名有點怪怪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好 到這邊 我先做一個 待會我會重教 來到我們的word 這一次不是插入圖片的 不是插入圖案的 是隔壁這個圖片 此裝置 已經預設就會在本機下的圖片 那看起來剛才的第三章沒成功 聽懂嗎 好 假設我選到其中一張 按插入 好 那你會發現他不能移動 我們上次教的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是什麼功能 文道圖改成文字在後 最後我要改文字在前 所以現在先文字在後 可是這一張會形成這個效果 嗯 好像不是我要的 那我再換一個好不好 來 插入圖片 齒裝置 找到我要的圖案 這樣就可以了 一樣 趕快文道圖改成文字在後 去控制大小 看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OK嗎 好來 請各位 增加一個分頁 先點圖片 輸入你要的內容 譬如說你要聖誕叮噹 聖誕叮噹是嗎 叮噹 鈴噹 鈴噹 好 OK 好 就會跟聖誕鈴噹有關的圖案 有看到這幾個的字的就不要選 盡量不要選 好不好 點到他 按右鍵 另存圖片 另存圖片 幫我找到圖片區 存檔 隨時可以回來看有沒有 就直接插入齒裝置 找到你要的 那這個待會我會再教詳細的內容 一定要文道圖改成文字在後 這個我待會會解釋怎麼解決 好不好 來請各位先試看看到這邊給你喔 好來給你